做不出来只好土法练钢 慢慢来 但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你会发现 都在做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没办法提早下班 好忙 实际上说真的 很多真的没有 不太需要这么忙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 知道一些方法 OK按打勾 像又填满就可以了 填满之后的话 最后整个百分比也把它加起来 那百分比的话 一样嘛 这个我想自己再加百分比符号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怎么 总计一下 把这个地方的部分把它总计一下 OK 然后合计的话呢 因为我满意的部分要一个 所以这里的话用什么 跨栏之中一下 这边这两个也跨栏之中一下 然后再把上面两个加起来 那上面两个加起来其实很简单 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个 加上旁边这一个 两个相加嘛 然后这个的话就直接 等于上面这个 就是用连结的 直接把它抓过来 这个的话等于 等于上面两个 这个加 这个打勾一下 最后也是这样 把它们通通都加总起来 所以加总的话 再选一下范围 打勾一下 OK 那最后大家如果说 你希望能够贴到握子里面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上面有个表格框线 所有框线都加上去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表格了 实际上你把这个表格复制贴到握子里面 就完工了 你也不用再做其他的调整 OK 再来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完全 match我将来的报告要的这个表格 OK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不知道将来各位需不需要再做图表 如果有需要再加把图表放上去的话 其实会更为清楚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几个满意 非常满意一直到非常不满意 这个范围选 其他不用选 因为总计它会帮我自己总计 那比例的话 这个百分比它会自动帮我算 所以把B1一直选 选到F2 这个范围选好之后的话 我再到插入里面的什么呢 插入里面的这个 圆形图好了 或者是长条图等等 你可以自己再选 然后我选一个立体的这个分列图好了 OK 好 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马上就帮我产生一个 一个我需要的图表 不过有几个地方我不满意的 第一个 这边的字 如果太大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按右键 印象中可以怎么样 把它图立的字形 这边有个字形 或者是你直接 这个字稍微太大了 把它改成八号字好了 或者好像直接从什么 常用里面这边也可以改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我希望上面显示出标签 但是现在没有标签 按右键 新增标签 标签错误 没关系 按右键 资料标签 格式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类别名称 再加上百分比 那不要引线好了 引线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OK 好 按一个关闭 这个时候的话 上面就会有 我们要的这些标签 但是字的大小 字好像太大了 把它改成什么 八号字 这样子 如果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那再移到你需要的位置 或者将来你可以把它复制贴到Word里面 就OK了 那其他我想第一个做出来之后的话 看看多练习几个吧 第一个 第二个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可以选这边 再按Ctrl键 选这边 可以跨范围选取 然后复制 贴过去一样 转置 贴上只有值 就可以再做后续了 所以你这样的方式 一个一个一个 很快就可以统计出来了 不过 好像有一些 这个中间这边不用 满意度这边也可以 然后性别的部分 额外做 那一样用Ctrl键 应该都可以做出来 好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